主持人好 然后各位企业家老板老师好 然后HR老师好 我叫月爽 然后今年26岁 然后在北京工作有四年的时间 然后目前工作经验是五年 然后我在此次就是 飞行播出舞台上 想寻求一份活动执行类的工作 谢谢 月爽 吉林人 大二就开始做实习 实习做什么 销售那个管理培训课程 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实习 要做销售这么苦的工作 因为本身学的就是市场营销专业 第一份工作的话 做销售可能比较对口一点 那你今天来到菲尼莫书 有没有异象企业 有 是那个 松鼠AI 那个旁边的 松鼠AI旁边的那位 对 营朗文化 这是松鼠AI在我们节目当中 露出最精准的一次 松鼠AI旁边的那位 我想问你个问题 在菲尼莫书的这个节目当中 来过很多销售类的 大学应届毕业生 还有相关领域的 这个多年的从业者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反馈 就是说做销售挺累的 而且销售压力很大 你对销售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做销售这一年的吧 一年的时间 然后对于我来说 其实成长吧 因为毕竟是刚走出校门 然后第一份工作 其实我本身那个 就是相对内向一点 然后因为做了 就是从事销售这份行业 然后就是能 就是让我更加的 就是比较善于与人交际 开朗 对 开朗一点 乐观一点 对对对 最开始实习的时候 成绩怎么样 最开始的几个月 就成绩不是特别好 然后给客户打电话 资源也是需要自己找 然后客户就是一次打不通 就是需要不断地累计客户 然后就重复筛选一批客户 一直在打电话 然后有一次就是打电话 打到就是之前 就是相对来说 感觉他会是异象客户的时候 然后那个客户说 不要再给我打 就是语气特别好 我就说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然后就 就是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然后脏话 有 对 就有爆出口的 因为你所就是接触的 就是这些人 你也不知道他们 就是是什么样的水平 然后说出了什么话 你也没有办法去预料 那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哭了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轻描淡写 你刚做第一份实习的时候 哭了多少次 哭了呢有两三次吧 因为 那还算少了 对 因为销售也讲究团队协作 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 每个小团队 然后团队带我的老师 就比较向着我 然后可能也会就是 死下会辅导我 然后帮助我很多 所以就是 就是可能就是 比较就是安慰心 安慰的心率又比较大一点 对 进步也稍微快一点 对 团队和团队之间会有竞争吧 会有 那如果达不到竞争 或者说团队没有完成KPI 公司会怎么办呢 就是他们的惩罚就是比较狠 就可能说团队这个KPI达不到 然后就爬楼梯呀 然后 爬楼梯是走还是手脚并 手脚并的爬 还有就是有一些分公司的同事会有剃光头 不管男生女生就要剃头发 公司会放就是他们被剃光头 就是惩罚了一些视频 然后 还拍视频 对 你们这什么国家 这企业这是 月爽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前两天 一点资讯非典视频报道一个短视频内容 是一个企业让他的员工去吃辣条 让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 我知道 上来说第一 然后这个企业被监管部门去 把他的这个公司给注交掉了 这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一个行为 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遇到这个职场的现象 第一一定要勇敢地说No 第二要远离这种环境 你立刻离开 不要在这个地方待 第三就是说 我们能够获取其他的社会支持的这种 相应的这种社会支持是最好的 无论如何 就是在职场中都不允许有这样的现象产生 之后的实习和就业也都是销售吗 不是了 下一个工作就是 我就来到北京 然后就是 首先就比较保守的 然后去做了一个文员的工作 之后就从事这种行政类的工作了 目前为止 你觉得自己最快乐 找到自己存在价值的这份工作是什么 是我在那个 就是我的第三份 17年到18年 对对对 在那个一家就是做知识产权代理公司 然后做前台的一个行政文员类的工作 对 因为是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开心的 就是能得到领导的认可 然后 为什么开心呢 就是成长得很快 就是我的领导就是对我的就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就是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就是可能我之前对就是行政啊这方面的东西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我领导愿意一点一点的教我一点点的待我 然后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说 我不怕你做错但是你要敢做如果就因为只有错了你才知道说你才能进步 你才能知道你自己下一步就是你该去怎么把这件事做做做做做得好 那你错过吗 错过 错得多吗 嗯 错过两三四吧 就事不过三吧 对 啊 后面就越做越好了 对 你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包括说团建要去哪里 然后我先会就是立即几个方案 假如去这儿去这儿就是三个地方或者四个地方 然后 先出方案 对先出方案 然后该怎么走 然后如果说全公司的话该怎么去 是包车还是怎么样 然后加上就是整个路线的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需要在路上就是这个路程的时间需要做什么活动来调动大家的记性 我大概认为你对活动是有认知 但是你没有经验的对不对 所以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想做活动执行吗 因为你的岗位就是这个 上一份工作 公司是做那个先上和先下的那种媒体行业 然后先下的话会有一些大型的活动 包括说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参加过就是批萨节 还有汉堡节 然后还有那个万圣节这类的活动 然后我们主要是办这方面的 然后我主要是辅佐的新的工作 你们是一家原来的2B公司是吧 对 那你能够描述一个你参加过的活动里边 你觉得最有趣然后最有创意的这样一个场景吗 然后你认为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最有趣的其实我们那个现下活动都蛮有趣的 就是可能是前期你要是做这个活动 然后你这个活动需要定一个主题 就像我们上次刚结束的那个汉堡节的主题 就是超级英雄的主题 那个超级英雄的主题的食物 然后参加活动的人呢 也要靠自成就是自己喜欢的超级英雄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整体的氛围会就是更好一点 对 好 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活动的这么一个女生 但她应该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的执行背后经验的 但是她不管去哪公司 我觉得她都应该是那个一人性很强的女孩 好 来第一环节的最后 请企业家们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祝贺你 月爽 台上还有七盏灯为你亮起 我们进入第二轮 天生我有才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相关的资料 能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你 我带来一个简短的PPT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这不是我们天津吗 对 什么时候去的 上周 说说为什么要把这些照片拿出来 跟大家做一个PPT的展示呢 我平时的话比较喜欢拍照 然后就是记录一下生活 无论是旅行还是美食 还是去一些地方打卡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生活会比较有意义吧 这孩子情商多高啊 参与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 然后到我们天津去 拍了我们城市的这个美图美景 还有吗 还有 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张 这是故宫 对 这个我们天津就没有了 我们有小洋楼啊 刚才在第一环节的最后我有点担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叶总问了你问题之后呢 我就担心他给你灭灯 但最后我特别观察了一下 他还留灯了 你留灯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是觉得那个本身活动行业 是一个特别需要有新鲜人加入的行业 虽然刚才那个月爽没有特别完整地表达出对这个行业的创意性的潜质 但是我想看一看他因为他有行政的经验 也可能他是一个执行能力很强的人 所以我可能想再观察一下给个机会 我给你出个题可以吗 可以 那如果说你是我公司的员工的话 骑证前台帮我订机票 好吧 好 那个前台怎么回事啊 我那个机票明明是我说是三点钟 你为什么给我订五点的机票啊 你现在都不需要导演给你喊action 你自己坐那就演上了 你能坐着演戏吗 来到台上来 好 action 小月 我要的是五点钟的机票 你为什么给我订到了晚上八点 我看到您今天有那个会议的 有会议行程 然后我怕您这个会议会延迟 然后再加上路上的话 在那个时间会有堵车 所以我觉得给您订晚一点的话 这样你能赶得上飞机 如果太早的话 我怕您会误了航班 你怎么知道 我要订五点的事情有多么重要 你知道我要去见李雨昕吗 你知道吗 如果说我八点钟见不到李雨昕的话 后果得有多严重吗 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是这样的潮总 如果说五点的 你给您订了五点的航班 然后您五点错过了这趟航班 您还是会与 还是会与那个领导失之交臂的 我觉得如果说是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还会加息你 曹总 您好 那个 我是办公室小李 那个刚才雨昕总 有一个留言让我念给您听一下 好 说吧 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否则报警 这件事情是我跟雨昕的私事 对吧 但是你订机票这件事情 是你的不对 你说 是不是 可能是我考虑不住 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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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雨昕总又发来了一个留言 让我念给您听 你偷偷地念 我怕丢人 说如果你要是能在八点以后来见她的话 会比较好 因为她想先约一下周围 看看 退票 看看 看看你差点酿成大错 你想有什么补救措施 我现在立刻如果说您现在会已经结束的话 立刻给您改签到最近的时间 然后再不耽误您与其他领导见面的情况下 小月 小月 我是她的领导 那个曹总 那个您的机票我们是这么给您安排的 是因为那个五点钟的长班已经没有了 但是您明天早上起来八点钟有会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给您安排离五点钟最近的一班航班 然后我们为了不耽误您明天早上的行程 当时是我安排小月去做的 您看这样可以吗 你安排的 那责任就在你身上 对啊 因为没有五点的航班了 那你有没有别的方式 比如说高铁 高铁是没有的 比如说你跟雨昕总给我提前打成招呼 把我的心理传打过去啊 那是您的私事 我们不太方便插手的 如果说遇到了问题 你可以随时反馈 不要觉得我没有反馈 我就按照我以为的去执行 这是非常严重的 是这样的 曹总 曹总别吵了 然后小月他们的情况我知道 然后今天晚上的情况呢 是我安排他们这样去做的 因为提前跟您的这个雨昕总的助理 已经打过招呼了 雨昕总在八点之后有时间 这样也多了您休息的时间 另外就是应晚班机可以节省一下 咱们的财政支出 我相信您肯定也会理解的 那个陈薇不错啊 你这个副主管当得不错 你可以替了小叶当那个主管 谢谢曹总 但是这个员工怎么办 你说 这个员工该怎么处理 这个我带回去自己好好调教 对对对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好吧 陈薇非常棒 来 我们谢谢曹西啊 也谢谢岳爽啊 此时此刻真的应该给 应该给曹总点个赞 真的 是吧 我觉得刚才其实说实话 我们都在很为难他 如果是以演员这个岗位来说 我觉得曹总这几个转变 都是非常的合适 然后也非常反应快的 我觉得应该给他点个赞 其实你们两个啊 你和陈薇刚才给出的这个建议 和解决的方式啊 可能我们是以朋友和嘉宾的身份 但是实际上对岳爽来说 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确实他刚才的回答 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理想 如果碰到像这种问题的话呢 你回答了前面说 考虑到他的会可能会拖延 因此给他订了这个后面的航班 所以你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那么如何把这个事情说的呢 更让你这个出发点 能变成一个成功的一个事 那就你要跟他讲说 我私自做着 因为您在会上 我想跟您联系 找不到你 那我就坐了八点钟 但是我在五点那个航班 给您预留了这个位置 如果您可以准时开完会的话 随时可以把这个航班 给您再签到五点钟去 你这么一做 第一呢 让老板这个事情 它是有弹性的 另外呢 把你在这件事情上 考虑的更周到的部分 也表现出来了 但是如果没有后半部分 私自改的话 没有跟他沟通 这个是职场的大计 陶希刚才有一句话说的对 我不要你以为 我要我以为 确实有的时候在公司里 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想法 去替老板做决定 好吧 这个也侧面说明 在这方面以后要加强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乐爽的这个陈老师 情感投射分析是怎么说的 这位选手的话呢 是一个下雨天 一个女孩在打着伞 我们大家都知道 伞是给我们遮风挡雨的 而下雨天呢 有两种心境 一种心境是一种消沉 一种心境是一种惬意 所以我希望他呢 把那种放松 惬意的心境保留住 把那种消沉低迷的心境 消失掉 在未来的生活工作当中 再勇敢一点 保留住自己的惬意和快乐 让我们台上 刘登的七位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吧 来吧 赵晓叶很自信啊 直接我们就进入到 谈钱不伤感情 来吧 晓叶 越少呢 我可能给不了你 活动执行的岗位 我会给你一个 项目助理的一个岗位 待遇呢 十四千五加 希望你有细心 有耐心 有逻辑管理能力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愿意开出这个岗位 希望能够让他在活动 和策划这个行业里面 能往前多走一步 想问一下赵老师 就是您希望呢 就是您的下属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希望是成年人 我希望就是能够说 为自己设立目标 然后愿意承担责任 然后有自屈力的人 明白 谢谢 好的 月爽 接下来呢 给你几秒钟的时间 考虑一下 上前和赵晓叶握手 达成一致 或者是谢谢 再见 开始考虑 你的选择是 接受 对 好 谢谢 谢谢